然后我们在其实讲到那个一百款车 一开始一百款车是变成我们则是去 sips room show room 我们一间一间去跟他们 跟他讲我们要画这个车款 我们是TRAPPO的创办人 TRAPPO的slogan就是 We trap all the worries for you 然后TRAPPO是在三年办之前 我们创办的时候 是通过我们有一个问题想去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family background 我们是做toy manufacturing 然后在toy manufacturing 每一年我们都有三百吨的waste 必须要去解决 所以我们就在想 怎么可以用最少的资源 达到最大的resource 最大的回报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第一个当然在我们的family background 我们从来都没有在automotive的background 所以我们也很难去认识我们的family 讲我们要卖一个全新的东西 讲到那个一百款车 一开始一百款车是变成 我们则是去sips room show room 我们一间一间去跟他们 跟他讲我们要画这个车款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e-commerce 然后这个website 就是得到我们的customer上去 然后选择他的car牌子 然后我们的工厂在得到了单之后 我们才manifaction on demand 这个就是toy manufacturing 然后到现在为止 其实我们拿那个车款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600多款的车款 基本上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尼的车款 我们都已经是负额了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在成长 然后在成长当中 就会有不同的区分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线上到线下 就是我们开了我们第一间的hub 但是我们第一次出去 我们得到的反应 让我们决定我们要开店 所以我们在一年里面 我们也开了四间店 然后我们expand到三个国家 我觉得这个是我目前最矮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 可能是在e-commerce这块 就是讲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旅行 或者是我们在就是没有在office里面 然后过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就是你会发现到 其实e-commerce 给我每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觉 就是讲说 因为它是20小时后在卖的 在产品方面 经过我们这三年半来的努力 我们也是已经launch了 我们几个很classic的一些产品 像我们classic Mark II 现在我们是有我们自己定做的 就是hold我们的car mat 不让他们以为的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抗菌的这个效果 在我们的car mat上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个series 然后我们也launch了一个hex的series 其实我们在东南亚也是有一个专利 就是防止我们的那个car mat 在我们的汽车底板上面不会滑掉 所以这些都是为了保障 第一个我们驾驶员的这些安全 还有我们车子里面的这些整洁 然后最新我们现在launch了一个program 叫做care for next 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在回收之前 而一些trapel的一些customer的一些car mat 会来这里 我们会进行我们很特别的一个recycle的一个process 所以我们launch了一个series叫trapel eco 就是这个car mat里面是recycle了超过68%的这个car mat 是从recycle material做成的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些坚持跟我们在对未来的一些展望 我们下期再见